OK OK 开始了啊 咳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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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的面食视频里 有观众给我们留言 想了解在德国做UX设计师的工作日常 好的 很简单 就七个字 摸鱼加带芯拉屎 开玩笑当然不是啦 互联网公司在德国也是会很忙的 有时候我们连中饭也来不及吃 偶尔还需要晚上或者周末加班 当然和国内996相比是轻松不少啦 工作上我们强调996的精神 生活上我们要669 六天六次关键要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我在工作中做些什么内容 接下来我打算做三期视频 第一期视频我来说说我所在的SCRUM团队的组成 第二期视频我来讲讲团队的SCRUM开发流程 或称IGIL敏捷开发流程 第三期视频我来说说我这个设计师在两个礼拜的SPRINT的工作日常 当然我说的情况只是针对我所工作的甲方公司 并不是一概而论的 比如乐乐在事务所工作 工作内容和流程就相当的不一样 OK 现在来介绍一下我所工作的产品团队吧 也叫SCRUM TEAM 我第一次听SCRUM觉得很装的感觉 Team就Team吧 为什么还要叫SCRUM TEAM 那这个词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SCRUM来源于英式橄榄球的术语 意味列阵阵球 即比赛中断后重新开球的仪式 SCRUM是一种敏捷软件开发的方法 用于迭代式增量软件开发过程 这个迭代开发具体我们下期视频聊 实际上这个词除了装逼没啥意义 你把团队叫Team或者叫Squad都是可以的 一个SCRUM TEAM一般5到9人 需要一个Product Owner PO 产品负责人 需要一个Product Designer 产品设计师 还是需要若干个程序员 程序员又分前端程序员 后端程序员 SCRUM TEAM肯定少不了 还有是一个SCRUM MASTER 这就是SCRUM TEAM的组成了 接下来我们来详细聊聊 每个职称在团队当中扮演的角色 首先是Product Owner PO 就产品负责人 是一个有全局观定产品团队方向的人 他不仅要统筹规划团队内部的任务 还要与外部的Stakeholder沟通协商 前期他要制定目标Roadmap 写Backlog 有朋友会问什么是Backlog呢 Backlog实际上就是接下来设计师和程序员 要干的一个个任务 PO会一个一个写出来 并按照任务的优先级别 从前往后来排列 越重要的他越靠前排 程序员和设计师按照这个Backlog 就知道他先要干什么 再干什么活 中期PO会把控开发与上线的时间 后期PO需要用Metric来验证 最后是否这个产品达到了预期的目标 简单来说PO就是要让团队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做出的产品能给公司赚钱的同时又让用户开心 公司里外的stakeholder也能满意 好那我们来说说product designer 就是我现在干的活 product designer就是产品设计师 换句话说就是UX UI都包办的设计师 那也就是我 简单来说我的工作就是要让程序员 花尽可能少的时间和精力做出让用户尽可能满意的产品 给公司带来尽可能多的盈利 那细聊就是在产品负责人PO 部署的方向目标和Backlog任务中 在前期设计师要理解用户的需求 发现用户的问题 那怎么做到这些呢 就要做用户调研采访和数据收集分析 换句话说就是要搞清楚用户觉得哪不好 他想要啥 为啥不掏钱就走了呢 不光如此还得知道这些有问题的用户到底有多少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能带来多少商业价值 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 你说该解决0.0001%的用户的问题 还是要解决20%用户的问题 中期设计师需要提出解决方案 画flow diagram wireframe 达出草草的框架 尽早地和程序员和PO进行讨论 理解技术上的限制 后端的逻辑和商业目标 方案是否是开发效率最优化的 商业价值最大化的 换句话说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样的设计 是程序员做不了头会秃的呀 那什么样的设计又是能让用户笑嘻嘻 愿意买买买的呢 有时候还得和牵涉到的其他部门的同事 讨论 搞清楚什么样的设计是能让他们这些stakeholder也能乐呵呵提升他们的KPI的 有些情况下还得拉上法务部门的同事一起讨论 毕竟欧洲的数据保护法严格的可怕 搞清楚什么样的设计能让我们的产品免于官司找上门 投论过后大家觉得OK的方案 那我就需要完善这个UX 之后呢再根据Design System和Style Guide来加上UI 然后做出Prototype 那用Prototype做User Test 想好我测试的目标来设定Scenario Task和Question 测试完用户会告诉我们哪他们觉得不明白不会用 或者哪个方案他会觉得更加好等等等等 做完测试完善改进做出最终的设计 然后就可以把设计handover给前端的程序员了 有些情况下后端程序员在我做出最终设计之前 已经开始忙活起来写代码了 前端做完之后设计师要Design Review 就是要检查前端程序员做的东西是不是和我的设计一致 这时候我会用Chrome的DevTool来把控UI实现的是否准确 Desktop View和Mobile View我都需要确认一下 最后就轮到Product Owner PO来再Review一下 确认一切是否OK 后期的话就要小规模 比如说用5%的流量上线面向用户来实实在在的做最终的test 我们得看用户的反馈 方案解决用户的痛点了没 用户是照骂不悟还是满天彩虹屁 得看参数Metric 为公司产生盈利满足商业价值了没 增加了多少销售额 还是更多的用户跑路了 最后用户满意 公司赚钱皆大欢喜 什么要是方案用户不满意 公司不赚钱怎么办 赶紧撤下来 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一点一点的流量来上线测试 以上这些工作内容 我说的还是比较概括笼统的 实际工作中还会遇到更多的情况 比如你的设计 有时还要考虑到初期的MVP日怎么样的 之后每轮Sprint更新添加后的设计会是怎么样的 直至成为一个完全体 你可以理解为你的设计就像神奇宝贝 数码小精灵 神奇小精灵 宠物小精灵 口袋妖怪 对 并不是一上来就是进化后的完成题 最开始是皮丘 然后是皮卡丘 最后才会是雷丘 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视频聊哈 接下来我们聊developer程序员 那程序员又分前端程序员和后端程序员 前面我已经提到他们了 到底什么是前端又什么是后端呢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 那现在我来举个例子 你在亚马逊买东西结账 填你的信用卡信息 地址等等 那你看到的那些表格啊 按钮啊 icon啊 提醒啊等等 都是前端程序员根据设计师的设计做的 在你按下提交按钮之后 你输入的那些人名 卡号 地址信息等等 后台会拿这些数据进行各种的操作啊 验证啊 比对啊 查询卡的余额啊 看你这地址是真的假的啊 有没有诈骗记录等等 这些都是后端程序员的杰作 你根本看不见也听不着 一般团队中都有好几个前端或者后端的程序员 如果前端和后端都玩得6的程序员呢 那就是4stack全占程序员啊 最后最后 就是Scrum Master 我翻译过来就叫合适佬了 Scrum Master就是要让Scrum团队效率最大化 不会吵嘴打架的人 我刚刚提到的PO产品负责人 产品设计师 前后端的程序员 组成了一个团队叫Scrum团队 那互联网公司全都是脑力活动嘛 很多东西你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 那团队之间如何磨合 如何优化合作 如何能让每两周的Sprint有高的产出 这就需要Scrum团队有个Master 他会主持各种的团队会议 比如说Daily 那Daily呢就是每天开的一个例会 每个团队成员说一下 昨天干了什么?今天我要干什么? 还有Sprint Review 各个Scrum team在Sprint里面都干了些什么? 上线了些什么东西? 还有Retroal 就是反省 上次Sprint里面做的不好的地方 没有合作好的地方 如何进行改善?等等等等 OK,Scrum团队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一个互联网公司会有好几个Scrum team 来负责不同的项目或者产品 除了这些Scrum team 还需要和其他部门协作 比如说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Data Tracking 或者Business Intelligent Legal的或者Marketing部门等等 下期视频我们来聊聊 Azia敏捷开发和Sprint都是些什么东西 真是互联网公司不好好说人话 老是搞些奇怪怪的数 喜欢的朋友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哦 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打开小铃铛 下周我们不见不散